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我們重量級的來賓 也就是我們呂副 呂前副總統 請呂副先跟我們比特王頻道的觀眾打聲招呼好嗎 是是 比特王您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久不見了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我們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的民進黨跟之前的民進黨有什麼差別 太不一樣了 我們當年雖然沒有拋頭顱撒熱血 我們是基於公益 認為當時一黨獨大的國民黨做太多的壞事 所以我們挺身來對抗它 不惜代價 那因此我們替大家爭取到自由 不是為我們個人爭取自由 現在的民進黨是在享受別人替你爭取的自由 那也沒有關係 本來我們就是要讓大家享受 該享受 可是你不能揮霍 你還是基本原則要有啊 你要尊重別人 我的自由有一半是你的 你的自由有一半是我的 所以還是要有分跡 這至少包括你要有事實根據 你不能用邪惡的動機去打擊別人等等 沒有一個自由是絕對的自由 都是相對的 聽說呂富目前正受到媒體的封鎖 還有打壓 那有什麼事情是你想發生 結果事情被壓下來的呢 國民黨實在我已經很習慣了 我也沒有想到我跟阿扁執政八年 馬英九總統執政八年時代也 我也都很自由 但是我沒有想到說民進黨在處執政以後 我就感覺到很多的媒體 不知道是主動還是被動效忠過去 然後呢不知道是自我約束還是奉命 我就舉個例子在馬英九總統執政期間 有一些電視台 他們很喜歡每個月固定的時間給我專訪 他們說因為收視率很高 我講的話很多人要聽 但是等到民進黨再度執政以後 我上了電視還是反應很好 但是他們的製作人就跟我講說 很抱歉 我已經接到指令以後不方便請你來了 這是全政府的事實 前幾年我們宣布說 我要透過聯署然後來參選 那前一個禮拜 我每次記者會 也都是非常熱烈大家來採訪 因為我想我都是言之有物 可是接下去不對勁 記者來的比較少 更重要的是通通不報了 後來有些記者就忍不住跟我講 說很抱歉我其實很想參加 但是我已經接到指令 就是以後不必參加 因為都不會要報了 所以我是點滴在心頭了 已經忍受很久了 那更過分的就是說 因為這個偏向執政黨的媒體 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總是各種原因都不報我的消息 也不請我上節目 那偶爾其他的媒體全國去 也許五次 我想不好意思去了一兩次 就馬上就會被攻擊 什麼親中啊 就這樣來的 所以才讓人家非常的感嘆 民進黨第二度執政以後 我感受到了很多嘴巴講的 當權派大多也不是當時 參與反對運動起來的 他們都是在民進黨成立以後 開始享有權力的時候 為了選舉來參加的 那我也不太記得說 我當時什麼情況講那個話 我只知道說 當我對一些執政黨的政策 有意見要表達的時候 馬上就有人 就是用各種懷疑的方式 要給我難堪 還有人試著要認為說 我是不是改變態度啦 親中啦等等 應該是那樣的感慨之下講的 那上次何志偉立委 我是還蠻欣賞他 因為我覺得他問政非常的認真 我們共同辦一個研討會 他 有來參加而且講得很好 那您有親中嗎 可以這樣問你嗎 全台灣你可以檢驗 有誰為台灣犧牲最多的 台灣的立場最堅定的 我是1990年天安門事件過後 勇敢一個人去北京 跟北京的一些對台官員 很堅定的站在台灣立場講話 我也沒有改變我的立場 所以這麼久以來多少人 你覺得如何 那對現在的狀況有滿意嗎 疫情控制的部分 好 我要講的就是很遺憾 現在亂成一團 原先台灣是一個小島 我們沒有跟其他國家臨界關係 本來就不容易傳染 另外在2003年突然有SARS出現 起先大家也是手忙腳亂 那結果在阿Ben領導之下 事實上我們已經建立了非常好的 如何要防抗疫情的整個SOP 就標準的制度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人民 大家都非常了解 口罩可以小兵立大功 所以全世界沒有比台灣人更乖的 戴口罩戴得最緊 所以是這個 讓陳時中部長領導的團隊 在第一年表現很好 那可是因為表現得太好 所以就形成另外一種形態的造神運動 好像整個我們的中央防疫中心 那就是像神一樣 他們把病毒趕走 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是海島 只要在機場管控得好的話 就不容易入侵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要戴好口罩 那可是後來 畢竟這是全球化的世代 所以不管是空運或是海運 總是也有開放的時候 結果疫情還是進來了 最近Omicron它的情況 傳染力非常高 就突然鬆懈下來 所以我們一路看起來 覺得有非常好的防疫基礎 讓這個領導的指揮系統 就輕膚了 以為是他們本身的造神運動 他們很棒 很會抗議 很會驅鬼 很會驅鬼 我笑說像師公在喊鬼 那等到疫情來的時候 我們就看出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 口罩還好很快就克服了 但是這個疫苗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為了要獨厚高端 結果早該進口的疫苗 統統阻擋 郭台銘甚至我自己 很早都可以幫忙進口輝瑞 我可以進口五千萬劑 價錢比任何人都便宜 哇 真的 但是衛福部拒絕跟我見面 所以呂副寧有跟衛福部 提過這件事情 有 我只是簡單透露就好 如果三四月的時候 就可以三四千萬劑的疫苗進來 直接從美國 不不要繞到德國 然後還讓中國去干擾 統統拒絕啦 所以到五六月的時候 結果我們大家整個就慌亂起來了 好 那去年這一段疫苗 那因為拒絕的郭台銘捐助疫苗 所以連我的好意義也都拒絕掉了 否則我在三四月的時候 這條線拉上 我可以這個成交的價格是很低的 又便宜 而且是輝瑞藥廠直接進來 美國直接進來 不是大陸的BNT 不是 不是 很奇怪 你可以從美國進口 你為什麼要到德國 那德國就被一位大陸去投資德國了 你明知如此 為什麼還要走那條線 我可以從美國 輝瑞直接進口 他拒絕見我 是哦 所以我很多委屈 我都忍住了 那都沒有關係 可是我後來看到有850個人 因為沒有疫苗過世 我才很感嘆地講說 他們都到鹽肉網那裡去了 你現在想看 所以我沒有辦法公圍 那現在就是Omicron 你會看到 連快賽季都沒有 然後你會開始懷疑 他每天在電視上所撥爆的數字 有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以前發明了一個叫做什麼 校正回歸 是吧 從來沒聽過的名詞 不斷創造 原來就是承認說 我原來報的數字不對了 虛報了 我要糾正 那最近呢 創造一些七七怪怪的名詞 那你說每天確診人數多少 那前提就是你到底是篩檢多少 不管是快賽或PCR 那如果不給你快賽季 如果PCR進行了很慢的話 確診人數當然就很少 所以已經證明 這幾年那個電視這樣子 大家守著電視在看這個 不是白費鞏鼓嗎 那當然很遺憾 這個欺騙的老百姓 難道不是蔡總統也被欺騙了嗎 被蒙蔽了嗎 所以我是覺得 這是最大的遺憾 其實我們在2003年 這個SOP都建立了 很多的防疫專家 為什麼後來都不用啊 陳部長是非常好的牙醫教授 可是牙醫專家 不表示疫情專家 隔行本來就如隔山 蔡總統為什麼要信賴一個牙醫 來負責我們全民的健康跟生命 所以這些都可以反省 當然也不要批判 我們現在只是祈求 這次的疫情快快的過去 大家還是要互相勉勵吧 好啊 那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啊 跟以前您跟阿扁總統的時期 假設也是遇到 同樣的這個疫情來說 您認為啊 處理的會不會比現在好還是不好 我跟阿扁都學法律 我們都是外行 所以外行就會比較謙虛 我們要尊重那一行 所以我們當時號召全國的專家 我知道每天白天開會開到晚上 不同的專家的意見 同時我們很在地 我們跟阿扁分頭去拜訪 實際去了解 結果有時候也防疫過當 比如台北的和平醫院 突然莫名其妙那個總統宣布封院 連不是病人 他的家屬去探病了 醫力不准出去 所以造成院內大感染 年輕了也許不太記得 但是那個時候SARS就是這樣才爆出來 第二個也後來最可憐的 造成和平醫院很多醫護人員 就一被封死在那裡就死掉 好可憐 另外附帶的 那個時候一慌亂 台北市政府宣布和平醫院封院 同時萬華整個封城 萬華封區 封一天兩天大家可以忍受 結果連續兩個禮拜全部不能做生意 你知道萬華三圈 很好都是大家靠小生意 那他們是覺得我們根本沒有疫情啊 所以他們就跟我陳情 那我先想說對 病毒就是局限在醫院裡面 你為什麼要擴充到那裡去 還好沒有全台北市 但萬華區被封 所以我就請幾個專家 帶著偵測儀器 說跟我走一周 我們到萬華實際去測量 真的有病毒嗎 有任何疑慮 那時候我還堅持我不戴口罩 因為我想我做實驗 假如我走一圈 萬華有病毒 我先得病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回來專家檢測結果我說沒有疫情 所以我就宣布說萬華應該解禁 那解禁以後 當地人當然很高興啊 因為很多夜市啊 還有商圈 它這個小店 那我就借這個機會 順便跟他講說 那你們借這個機會 我們萬華很多就是服裝 服飾 我說你們要努力來推 形象商圈 所以我幫你們一起請專家 大家來座談 我們如何把這個店面 淨化 美化 種樹 然後開闢出萬華的商圈 這是在那個時候我做的 所以他們一直很感激 那我要講什麼 明明我們在2020年2021年的前半年 其實沒有什麼疫情 只有桃園機場偶爾出現旅客 但是只要有一兩個入境旅客有的話 他馬上宣布全國通通風起來 那我對中南部的朋友特別感到不平安 因為你們分明沒有病毒 你們也跟著生意不能做 不能出門 在憲法規定人民的基本權利 當權力跟權力之間有衝突的時候 要合乎比例原則 我的意思是說 我講和平醫院有病毒 你封院 你應該是針對病人 你把這個去探訪的家屬也封院 這個是很大不對 然後你又擴大 莫名其妙把萬華也封了 那幸虧有我 我走出來幫他們解封 讓萬華人可以做生意 那你想想過去 尤其2020年 台灣幾乎沒有病毒 只有旅客一進來 他馬上就下令 全國通通不要做生意了 那我到中南部去 我真的是替中南部 我尤其花東地區 根本沒有 根本沒有病毒 你還在陪一兩個旅客 被找到確診 全部生意不能做 所以我寫了文章我很感慨 這個憲法就是違憲的 憲法所保障的人權 就是要合乎比例原則 你如果要侵犯這個人權的時候 你要合乎比例原則 只有少數幾個人罹患 就確診 你怎麼全國2300萬人 通通都嚴格管制 當時為什麼沒有人來指出這一點 因為我們大家都戴口罩了 全民通通都閉口了 所以呢 我們的高層聽不到人民的聲音 我還敢講出來替這個發聲 那這個禮計下來就讓我們的指揮中心 造神之下 全力無限擴充 造神今天跟地方政府不和 你過分的權威要侵蝕 地方政府的權力嘛 很多事情是地方政府要承擔的 所以你要相對給它比較大的權力 那目前這個緊張關係 那既然可以說 如果總統出面開這樣的會議 他只選擇綠營的縣市長去開 不同黨籍的縣市長就批開了 我覺得這行也不對吧 如果我們以親情來看 在一個家裡 父母生了幾個小孩 子女最怕父母偏心嘛 你疼愛這個不疼愛那個 那你作為一國元首 你更不能讓人覺得偏心啊 所以這是我看在心裡 覺得很難過的地方 好 那呂富林覺得 那蔡政府應該怎麼做呢 如果以您資深的前輩來說 你會怎麼去建議他 我建議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你看已經多少人犧牲掉了 第一波八百多人 因為沒有疫苗失掉 後來是我的疫苗都是人家施捨的 結果適應不良也死了六十幾個 這真的很難過 那現在也是死亡率也在增加 我們只能祈禱大家自取多福了 現在Omicron大家也知道 如果不幸被傳染了 很快的你趕快拿藥吃 那五天之內如果你有服了藥 大概問題就比較小 家裡有年紀大了 那盡量規勸他們如果可以打疫苗的話就打 當然我知道現在有自然餘血 有另外一套說法 所以我只能講說自取多福 那政府該檢討其實很多 那我目前就是因為一黨獨大 大家要戴口罩 所以人民的聲音不容易傳達 我們的在野黨完全沒有監督的能力 所以只能勉勵大家自取多福 我們在野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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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